接着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屋顶 那屋顶的制作 其实你看 我们现在做到这边 我们现在做到这边的话 其实呢 不管你是用哪一种的 因为其实屋顶有很多种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上面加一个盖子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你要单纯一点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 是不是就好了 这是最简单的 你就 等于说 楼上 你再增加一层楼 那他的地板 就是楼下的天花板 就是你的屋顶 只是这个屋顶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要怎么样 稍微比你现有的 是不是要出来一点 因为你现在看到很多大楼 他会有这样子 一条一条黑黑的 有没有尤其是那种 玻璃帷幕的大楼 为什么会有黑黑的 因为他那个雨水就会这样顺着下来 你这样滴滴滴滴滴 啊久了就会变成黑黑的很难看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稍微突出来一点点 让那个雨水滴下来或者你 可以 在旁边 可以做那个什么 那个 就是那个 集水的 集雨水的 那个 水管嘛 啊这样子 那些 雨水又可以 放到地下室有没有有的会把 地下室再 放一个那个储水槽就可以未来当作是浇花啊或者是 这样冲马桶啦这些都可以用 好那这是第一种就是 单纯一点的 其实我们里面在户外那边他有那个 雨水管 好 有这个雨水管 所以你也可以 找找看 我就可以把它接起来 好那这是第1个 那再来的话呢 你也可以怎么样 有些人会做 类似 看一下 会做像这样子 比如说这里 我们现在房子在这边 好棒喔好像要下雨了 有没有同学你 在桃园的应该也有下吧 好有的会做像这样 斜屋顶 像我们小木屋一样 有没有 会做成这样斜斜的 做成这样斜斜的屋顶把它盖在上面 那 你可以做两边的 也有人是做一边的 所以你看有些房子他其实是 做一边的 那 好不好 只有一边斜斜的 这样也可以 好 所以 有很多种方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采光比较好的 你可以找到这边 这里我们找找看 我记得有一个是采光罩吧 我们家这里的下雨声很大 有听到的 我记得有一个叫采光罩 来我找一下 采光罩的采 我记得有一个是采光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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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大一点点 再大一点点 这样子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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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这边点两下结束 各位 这样是不是就有了 但是 这个的话呢 现在这个 太高了 因为这个 744太高了 我们要从这边 因为我刚刚有增加的这两个 所以他帮我从 282往上增加上去 所以这样太多了 我只要262加上 200 262 所以是 512 所以我需要的只是 512公分的 512公分的 就是这个是做屋顶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屋顶 512 好确定 要不要这样就盖下来了 对不对 那当然你如果说 怕他有这样子 上来一点点 因为这个其实是楼下的 楼下的你也可以再高一点点 各位 这里 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问题 有些时候你会遇到 怎么会 上面有出现这个 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提过这个问题 请问要怎么解决 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话 这个要怎么改冠 有没有同学还记得 有吗 如果你遇到怎么会有一个 从下面看才会 你看从上面看不会哦 但是从下面看会 我们上次我印象中应该是有提到吧 在这边的时候 做阳台的时候应该有提到 有没有同学知道 那个是跟地板有关系的哦 跟地板有关系 我来讲一下好了 你可以先看他的形状 这个 这个是我们刚刚画的那个管道 管道间这一个 有没有 这里有两个 所以这两个都要设 你就是点到这个地板 点两下 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个叫显示天花板 因为我们平常 你建立地板的时候 他就会有加天花板进去 但是他只有在游下网上的时候才会看到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这里有 你就把这个关掉 有没有就少一半 另外一半是这里的 好所以我把它拿掉 这样子呢你就不用担心 游上往下 或游下往上的时候 会不会看到他 这样就OK了 这样了解 那么 我们刚讲在户外这边 其实有一个那个 应该是 你找一个雨水的雨 有这里 有没有 雨水管 雨水管 还有这个 雨棚 那你就可以 像这个雨水管 你就可以拿进来 当然这个可能要放在下面 在下面这一层楼的 二楼的 你去接 去把你的那个水管接下来 有没有 在这边 所以当我到这一层楼的时候 你的 那个 雨水 啊这个是横的 好这是横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你要放在哪里 你看一下我们在这边 这个跑到下面去了 所以我需要把它 拿到这里来 看一下 这样太高 所以我还是要把它放在下面 但是悬空高度把它拉上去就好了 OK好所以你就可以把它看 要接在哪边把它接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拿过来 转个方向 好所以这样还不够高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再 调整一下 好这个我就不用讲太多 你大致上知道那个概念 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在 一般的 你就很单纯 增加一个这样进来也可以 那第二种方式呢 你可以真的加上一个屋顶 那怎么加屋顶呢 我们来看看 你可以找那个屋顶的屋 好我找到的 这里 有没有一个 天窗 这一种的 它也有这种屋顶 当然 狗屋也有啦 如果你要这一种的 你可以把它丢出来 你看这里就有一个 但是这个就不用丢在那么高 你就丢在二楼就好了 那你把它放大 这样就有一个很大的采光罩 好当然你也可以做两个三个 好在有需要地方去做就好了 这样了解 但是记得 因为这个东西很大 所以你如果放在家里面 好在房间里面这样 在移动的时候 它因为会自动吸附 所以呢 还是要麻烦大家 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ALT 这样就可以自由移动 这样了解 好所以有一些像这样采光罩 或者像你要放一个玻璃在里面也有 我们里面也有玻璃 好我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在 他的官方网站上啊 你可以找到其实有蛮多那个屋顶 好在这边好你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好像这个 这个 他就有这种屋顶 好这样有没有看到 所以如果你像这种仓库的屋顶你有需要的 可以 自己做吗 不用你知道吗 直接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我们上次 跟各位介绍过 使用3D 不同档案的话 模型是可以互相复制 你就把它复制贴过去就好了 如果你有需要的是这一种的 你就直接来这边借用 它里面其实还蛮多的啦 有一些像这个 像这个就是平屋顶嘛 那你就可以找找看 有没有哪个屋顶你比较喜欢的 就直接带走 这样也OK 所以这个是 你也可以参考的 那我们如果用它里面的 还有一种是这一种的 对不对 也有像这一种的 一样可以用 好那我就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把它丢出来 好这个是一半的 你先找找看你要 放的方向 因为呢有些人他可能要的是什么 有些人他可能是要像这样 就是放 这一边的 用这样分成两边 对不对 好啊有的人是想要做在前面的就是 做这样子的 前后的 前后的 然后再接起来 或者是两个一起接起来 变尖尖的 这样也可以 好就看你 所以 你先把 你的 就是 要做的那个 方向 先把它调整好 那我这边的话你看我先 这里先调好一下 先找到 我把它做左右两边的好了 好 来看一下看一下 我把它转过来转过来 我转这一边好了 我先做这一边 好记得喔 你如果在移动的时候 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ALT 这样的话呢 你在做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觉得说 就是 你看我如果没有按住 我一拉动 就吸到外面 跳到里面来 好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我把它做大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盖过去了 对不对 像这样子 当然你自己可以决定这个高度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高 你可以再调整 那我先做一半 先做一半 像这样子 那现在的话呢 如果说你觉得 我高度我可以透过这个 那高度在做调整 这样就可以盖起来 对不对 可是 这样盖上来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样子的话 这里是没有墙壁 这里可以盖到啊 可是这里没有墙壁啊 另外一边如果起来的 也是这样 对不对 这里也是空的 所以 我们使用3D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把墙壁 平常我们的墙壁都是 四四方方的矩形 但是在使用展里面 其实我们墙壁是可以变成 所谓的梯形 可以变这样 好就是这一条就没有了 变成这样这样梯形 所以我现在呢 可以针对前面的 这个墙壁 把它怎么样 做一下调整 但是在做之前要先把墙壁 一分为二 因为 如果你是 梯形 我们现在画的是变这样 就变成 是这一种形 但是如果把它分成两个的时候呢 就可以怎么样 一个在这一边 另外一个是在这一边 这样就变两个梯形 这样了解 好 好那我现在先选到这个墙壁 按右键 选择 好现在墙壁我选到了 那我就来这个墙壁上面 按右键 有一个叫分割墙体 这里 我们可以来这边做一个分割墙体 现在呢墙壁已经变成两个 那为了方便调整 我先把上面这个 屋檐 屋顶的部分 我先把它藏起来 怎么藏 你看一下右手边 我们在这个列表里面 它有一个叫可键 可键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先勾掉 这样就可以暂时隐藏起来 我在看东西的时候 比较容易看到 好现在呢 我们要来选 好这个按右键 选择 有没有这样子一半 好放大一点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箭头方向 各位记不记得我们说 使用3D的 墙壁有方向性吗 所以 这个代表由下往上 画上去 好来 我就点它两下咯 等一下 点错了 选择 那我们就进到 按右键 进到 自定义墙体 好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叫梯形墙 我们现在是哪边要 变高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墙壁 是由这里 往上面画上去 所以我的起点在这边 所以是我的起点要变高 所以我就把起点的部分 高度 比如说我变400 有没有翘起来的 这里就翘起来了 但是这个高度够不够 你可能要打开你的 屋顶来看一下 差不多 等一下我们 再把那个屋顶降下来就好了 所以这样可以 那我们再找到另外一边 这边按右键 选择物件 好我就来这边 上面按右键 自定义墙体 现在呢 这个墙 它就不是起点 为什么 因为一样是由下画上去 这里就是终点 对不对 中间这里 它等于是 由这边 这样画过来的 这里是终点 所以我就来这里 把终点的部分 调高 有没有我们这样就翘起来了 再把这里打开 现在你就来确认一下 看看这个悬空高度啦 还有它的这个够不够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 悬空高度把它放下来 好 确认一下 差不多 所以我只要在靠中间一点点 这个 记得 做微调 用什么 键盘上的方向键就好了 这样 确认一下 再过来一点 好 太多了 回去一点 如果你发现 这样已经有凸出来了 表示你的 那个太低了嘛 所以我把它往上调一点 再确认一下 好 再高一点点 你只要 能够把你的 屋顶盖住就OK 好 这个可能要往后推一点点 往这边推一点点 OK 这样这边是不是就好了 那我们的 这个 屋檐的部分 屋顶的部分 可以换 你可以点两下 进到材质 因为它有 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就是 木头 另外一个是瓦 好那我们的可以来看一下 瓦片我们可以换一下 瓦片 我们来换一下 这里你可以找找看 有很多 打不出来 好 找个 找个地方打一下 好 你可以找找看 有没有 看你要哪一种 瓦片 夹色瓦 这一种的 你可以先确认一下 那木头呢 你也可以改 好 像这边 你就可以改改看 你要什么样的 木头 好 木头木头 看你这边有什么样的 好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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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来看一下 有没有 里面换了 这里外面也换了 因为你做好一个之后 我们另外一个就复制就好了 对不对 点到它 按住Ctrl键 好你按住Ctrl键当我们拖曳的时候就会有 那如果你要水平移动就加按一个Shift 好把它拿过来 好到这边了 现在 两边有了但是要转个方向 转过来 这样有没有两边都有 这样你的 屋顶就做好了 好当后面的墙壁就 给各位再做一下 就是一样的方式 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 你如果要做 像这样两边的 用它内建的 你就可以找到这一个 当然我刚强调你也可以去外面找找看 看别人做的你比较满意的 如果 拿过来试用的你也可以试看看 这样会不会做屋顶了 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给各位稍微 了解一下 好 好